欢迎来到《李鸣》《铃铛》 今天陪伴在勇博身旁的两位李明士 大家晚安 我是卡路 大家好 我是Micky 在之前有一集的李长博报告 我们有介绍到柯南这部侦探作品 收到了许多听众朋友的回响 那么我们就特别利用今天的Nakashi这个单元 介绍一个跟柯南很有关系的女性歌手 我想这位歌手很多听众朋友一定都听过 他和宇多田光 冰淇布合称为平成三大歌姬 大家一定猜得差不多了吧 他也唱过很多柯南的歌曲 是的 本集Nakashi的主题就是 柯南与苍木麻衣 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苍木麻衣这位歌手 在1999年 苍木麻衣先后在美国还有日本出道 当时他的首张单曲 Love Day After Tomorrow 累积了140万张的销售量 而他的第一张专辑 Delicious Way也累积销售了350万张 是2000年日本专辑销售的冠军 一个新出道的歌手能够有这么好的成绩 在日本的音乐圈算是非常非常的罕见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他出道的时候只有17岁哦 17 等于是高中生的年纪就发唱片了 那永伯很好奇 Mickey 请问您今年归更啊 我16岁啊 我都不下去了 整个大怒 你最好16岁啊 好好好 那永伯就谦虚一点 我许长你一岁 17 来比下流 不要闹了 不过苍木麻衣他的年纪虽然很轻 就能够迅速窜红 那么除了会唱歌之外 我想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背景因素呢 卡路 我想这跟他出道的时间点有关系吧 苍木麻衣在1999年出道的时候 日本正好处于小市 折灾家族 势力衰退 一些前辈歌手人气下滑的时候 嗯 当时比苍木麻衣早一年出道的雨多田光 他的R&B曲风 在日本掀起一股新的风潮 苍木麻衣就是在这个浪潮之下出道的 而之后麻衣跟雨多田 更是将R&B推向高峰 这对日本乐坛有着深远的影响 没错 不过虽然说麻衣它是R&B起家 但是出道了十几年 中间一定也会有一些曲风的转变 像是它后来就加了比较多的pop的元素在里面 不过说了这么多 我们就先来听一首 苍木麻衣的经典曲目之一 Secret of my heart 好 我们听到的这首 Secret of my heart 是苍木麻衣两千年发行的单曲 一共累积销售了97万张 是它销量第二高的单曲 仅次于它的出道单曲 我们刚刚说过的 Love day after tomorrow 虽然说麻衣它是一出道就成名 但是这首Secret of my heart 不但把麻衣推向了一个新的顶点 更让它名声远播海外意义非凡 那么台湾的麻衣fancy粉丝们 就有很多是因为听到了这首歌 而爱上麻衣的 而苍木麻衣 它在美国发行的第一张专辑 专辑的名称就叫做Secret of my heart 可以想见这首歌的影响力 还有它的知名度是多么高 所以才会拿来当作美国专辑的名称 不过一首歌曲能够这么红 常常还有其他媒体的推波助澜 既然我们的主题今天设定的是 柯南与苍木麻衣 那么想当然了 这首Secret of my heart 当然就是跟柯南有关系咯 那它们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请Micky来介绍 嗯 好 这首歌就是动画 名侦探柯南的第九首片尾曲 在日本播出的时间是2000年的上半年 当时柯南在日本和台湾的收视率还很高哦 所以对歌曲的宣传效果非常好 而且啊 那个片尾曲的画面和歌曲 搭配得非常的棒 在副歌最动人的地方 做成女主角小兰唱歌的样子 就会有种好像是小兰在唱歌给我们听的感觉 像是在倾诉情感一样 嗯 我觉得很多观众就是歌曲跟画面合在一起被打动的 是的 那么提到了Secret of my heart 就不得不提到苍木麻衣 另外一首跟柯南搭配的经典曲目 Time after time 在介绍之前 我们就先来欣赏这首歌曲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 它的歌名呢 有一点点长 叫做Time after time 在落花纷飞的街道上 这首歌曲是柯南2003年剧场版 迷宫的十字路的主题曲 那么这样说起来 其实苍木麻衣的歌 好像常常跟柯南做搭配 嗯 没错 柯南的动画片头曲 片尾曲 以及剧场版的主题曲中 苍木麻衣的歌曲就占了13首 这不是因为苍木麻衣非常喜欢柯南 而是唱片公司的策略 其实一首歌要大卖 除了歌本身要好听之外 宣传也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其中一种方式就是跟影视媒体搭配 例如当电影的主题曲 戏剧或动画的片头片尾曲 广告歌曲等等 所以其实跟柯南搭配是一种宣传手法 嗯 而且还非常的成功呢 对 而且另一方面 日本的动画公司也会和唱片公司签约合作 所以麻衣他之所以会唱很多柯南的歌 是因为他所属的唱片公司Being 跟柯南的动画公司有合作 事实上啊 柯南的歌曲几乎都是Being旗下的歌手唱的 像是Being旗啊 柯南这些也都有歌曲和柯南做搭配 哦 原来如此 怪不得这个仓木麻衣唱了很多柯南动画片的 不管是主题曲片尾曲也好 那么最后呢 我们要带给我们听众朋友的这首歌曲 是仓木麻衣在2001年发行的单曲Always 它是柯南2001年剧场版 《往天国的倒数计时》的主题曲 同时也是柯南2003年上半年的动画片的片尾曲 那么最后我们就来欣赏这首Always 《往天国的倒数计时》